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会把它贴到云端上 你自己再试啦 因为这个变成后面的部分 又会更上一层楼 当然如果你现在程度 还不到那里的话 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但你现在先知道 我怎么做的 OK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去揣一下 那怎么找到原因 针对那个原因去找到答案 OK 其实都是有一个条理可以遵循的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说我三个好了 那刚刚我是一定要一个一个三 这样一个一个三 那如果说我今天三一个范围的话 基本上可能就会遇到状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判断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那储存格当然都单一的 可是如果它是一个范围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我按delete你会发现 会不会删掉 会删掉 那我怎么做的 其实我的推理是这样 第一个 先判断什么呢 你删除的这一个范围 它删除的是不是一个范围 如果它删除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就用删除范围的方式解决 那如果不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就是用刚刚的方法 所以特别之后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写在哪里 基本上我是写在这里 写在那个 is empathy的上面 我再多写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if empathy这边 本来是写到这边就没有了 但是我是在它的上面 多增加一个叙述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是不是一个array array其实是范围 就是正列 OK 那我就把那个target and value 就是说这个范围呢 拿过来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一个array 如果是array的话 表示呢它正在删除的是一个范围 那我就针对那个去做 所以关键就是这个 这一行 OK 那反之就没有就跳过 就是按照一般性的处理方法 OK 那比较难的是怎么样 我要怎么知道 删掉的那个范围 是哪一个 那我基本上我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它一定是b到f栏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知道的就是它从哪一列开始 从哪一列开始比较简单 就是range 所以这边range特别之后 range除了可以中间再冒号之外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 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这样叙述 也可以这样叙述 所以在range里面呢 你也可以跟他讲说 从这个储存格你可以用sales 这个的话就是sales什么了 target and row 意思说它一定会抓到它现在哪一列开始 所以哪一栏b 所以特别重要这个指的是这个位置 到哪里呢 到这边f 所以基本上后面也是加sales f这个是固定的 那最难的就是说到底它这边到哪一个 有没有哪一个列哦 那哪一个列哦 我刚刚试了一下 其实蛮多方法 我刚刚是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假设我刚刚这怎么做 我假设我今天做了一个范围 然后要找那个答案的话 其实呢主要我是这样的 就是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做什么呢 就让它跑跑看 比如说我这选取delete 它会进到里面会 那表示我这个方法OK 那再来的话我就想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这个范围最下面 这个词到底多少 那我就用在中断模式的时候 我用一个就是检视里面有一个什么 即时运算视窗 它会跳到下面这边 那你可以怎么样 去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输入一些测试 那我就试了 target里面还有什么 可以让我知道说 它最下面哪一列啊 那我发现我用RAW RAW它好像它只会跳出 它的第一列 第二列 它应该理论上我删到 假设第四 它不会告诉我第四 所以后来我就 target点什么 点address 它这边好像会跳 有没有 4 所以我想了一招 怎么样 把那个4 有没有 把它卡下来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用right right里面的话就是这个 把这一串放到这边之后的话 那我就取它最右边的一个字 放到这边就可以了 基本上 int这个好像不加 其实应该OK 这样会比较好明白的话 你可以不加没关系 就是说呢 我卡什么呢 卡最右边的这个4 放到这边来 所以呢 基本上 target address的第四个 那就把4放过来 那不就是什么 到F4了吗 所以就是B2到F4 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clear contents 就清掉了意思 就这样而已啊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不过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个bug 什么bug呢 我只有抓一个字哦 对 如果两列的话 OK 这个是伏笔哦 请各位自己去想吧 很简单哦 你就是找什么 找那个 前符号 的 对对 前符号 所以你找到 前符号的位置 那如果你要找 前符号的位置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int3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int3 然后瓜糊 把那个字要找的位置 把它逗点 找什么呢 找钱的符号 那你就加一个钱的符号 在哪里嘛 他会告诉你 enter 在第一个位置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今天是要找后面的话 我记得他有个叫reverb in3 reverb reverb 意思就是倒过来找 in3 reverb 好像有这一个 你得看看 哦 有没有 in3 t 加一个 t 加一个reverb reverb 就是颠倒过来 那这个时候他会找到第八个 意思就是 倒过来找的位置哦 那你就把他的位置找到之后的话 再用mid的也可以啦 有沒有 mid的切割 把那个东西放进去 不都ok了吗 对哦 所以特别注意 很多东西的那个答案呢 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啦 其实我不担心说找不到答案啊 就是怕说你们不知道有这些好方法哦 所以特别注意我的习惯 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马上有一个答案 但是我可以透过中段模式 配合什么呢 配合一个叫做即时运算视窗的方法 有没有他会跳出这个 这个叫即时运算 即时运算视窗 然后呢 你可以用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其实就是表示printer 就是等同是你在这边打个printer 我打printer跟打问号 当然打个问号简单嘛 对哦 ok 问号 意思说帮我把可能这一个 VBA 点 有没有 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你可以打IN3 有没有 然后这边rever就出来了 ok 如果你不会的话按F1 IN3rever的参考答案也会出现了 而且他会跟你讲说 这边怎么用怎么用 相关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照着去把这边的东西找到了 所以这一题如果看起来的话 应该就是把这个的结果 如果要担心说有10列以上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讲不要乱 你要MID MID什么呢 第哪一个这个的第几个字呢 那就是VBA rever这一个 这个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逗点 后面的话全部都要嘛 99 不用99 99好了 全部都要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printed一下 Enter看看 多一个字 多一个字 有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 把这个的位置有没有 的下一个 对我们找到前的位置不是 前面讲过嘛 就是找到什么 贴那个前刮魂 所以前刮魂要加1 还记得吧 所以加1 OK 然后再Enter一下 有没有 4 然后呢就把这一串怎么样 放到哪里 放到 这边来 有点乱 那边加1就好了 哪一个 这边加1就好了 文化 对对对 聪明聪明 对 没错 所以写成是 就是 小心就对了 反正就只要步步为营 因为 只要一个小小的错误 就会让你痛不欲生 对 因为 常常都这样 一个小问题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就是 会让你一直找 找不到 但是这一串怎么来的 你可能只是看到结果 看到结果 你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复杂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一个 不同的阶段完成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是只有把结果给你看了 那其实它背后有个推理 所以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执行一下 你应该这样就OK了 就把它执行 就清掉了 如果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在后面 假设是 第十一列的话 我用两个就好了 这两个 第一次 也成功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 几乎就已经把程式给写出来了 而且今天讲的这个程式 你在任何书本里面 应该是找不到答案的 真的没有书上会讲这么 这种 这么细的东西 OK 而且即便有写的方法 也绝对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OK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解答我讲过了 绝对没有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我会把这一段程式 复制 也会贴到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一样我就把它贴到这边 OK 所以刚刚就用Rite 把它贴一下 它就这一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只要把他贴到对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work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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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鑽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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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一样